松山机场的牵引 我们当然不是第一个题 我们这个议题大家都关心几十米 看看而谈向支持者发表证件 民进党立委补选参选人 吴一农频频召开座谈会 向李明请托 全力冲刺选情 不过提出的松山机场签建政策 连自家立委洋药都不挺 担心会影响国安以及领导民众 那我也希望洋委员能够理解 我的立场跟我的原则 我们的提案是 在桃园机场的客运量 能够切纳松山机场客运量之后 在不牺牲任何的服务品质的前提下 来做这样子的规划跟迁移 我们还是会继续地倾听 我们附近居民的意见 然后要去落实一定要有办法 我一直在强调 千万不要在选举的时候高谈阔论 选后不闻不问 这个是最要不得的 对手王红威再度开酸 再抢签建机场 只有选举思考 没有整体考量 机场政策面临内外夹工 找王世坚以及邱威杰帮忙站台 更引发深绿支持者不满 我觉得找王世坚来 或者找邱威杰来 并不会影响 实际商店并不会影响到 基层对吴亦农的这种支持的针对 希望大家一起都来帮忙吴亦农 那不会因为说谁来帮忙吴亦农 那我们就不必要帮他 绿营议员对选情乐观看待 不过最新民调曝光 国民党王红威以46%支持度 大幅领先吴亦农的38% 立委补选选战剩下不到一个月 吴亦农如何稳住基本盘 甚至开拓中间选票将是胜败关键 换新闻郭思文王一德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